232 一週刊2015年7月16日雜誌 B116 可佛星座星座占塔羅獅子座 上 七月中旬,太陽進入獅子座 占卜秋到八號牌,無疑是錦上天花 這張名為力量的牌,代表內心充滿自信 是突破難關的一個月,所有的焦躁、憤怒、衝動 不堪都能被你平息下來,不過,他同時提醒你要放慢腳步 多點耐性,採取意猶祭剛的手法解決問題 在健康方面,視病人光復病魔,重拾健康活力的好徵兆 獅子在一至一這個星期會,發生許多時 情與此同時也預料到其中很大一部分極具危急性 獅子仍然幸免於難,感到受了不公平待遇,但又不好爆發 百樣在一至這個星期既有良好的機遇又有危險的時刻 設計一個見地往前衝 奮不顧身會帶來危險,但本週你會獲得一定的收穫 從而會使生活更進一步,金牛在一至內心感到疲憊不想再 涉足那些利益紛爭平平淡淡的過日子最好 靜下心來你會感受到與家人朋友們相處的時光有多美好 雙子在一至對生活缺乏信心的一週 然而,你會安然到過這幾天,不過有些事情讓你不如快卻沒法逃避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別總覺得自己最可憐 居下在一至白感到困頓的一週,工作的發展不順令你提不起精神 也許換一個生活方式,能讓眼前突然開朗 花時間接觸些新事物,認識新朋友 處女在意之意這個星期不那麼容易千萬小心謹慎 人際關係需要謹慎,太勉強的事就不要去做 否則得不上失,這個星期適合拿出點時間來結交新朋友 天晴座三至二仿佛所有的問題都衝翹 而來,但不用驚慌,只需要保持中立 小心因為疏忽而犯錯得罪人 否則你將在需要人幫助的事後感到孤立無緩 天晴座三至十二這個星期 仍來新的希望不要繼續沉淪在自願自愛當中 嘗試做些過去只敢想像的事情 你會發現其實一點也不難 人馬在十三至十事業和 生活的轉折其面前的選擇 讓自己有些忘言 還好朋友亦是貴人只要 努力擴充朋友圈就能衝破眼前的局限 山陽座十一至九最近可能會面臨事業 尚的選擇綜合自己目前的狀況再做決定 事業之外,也要多注意身體狀況 時常鍛鍊身體 設計添置奢侈品 水平座至八本周容易獲得 外來的助力提早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標 財運不錯,但也要注意不要隨便借錢給他人 除非你做好不去討將的準備,相遇作苟致 GOOD有機會遇到讓你驚歎的緣分 從比你年輕的人身上獲得重要的資訊 不過工作處事方面 你總會有意無意的偏頗,互斷巴被下屬